桃園鐵路地下畫 模擬動畫把車站 打造得美輪美奮 但這麼重要的交通建設 卻爆出爭議 10月31號出審 12月25號環評 下午2點開會 只花50分鐘就過關 這個環評大會議 根本形同虛設 只在避書 這樣環評 一點價值都沒有 立委質疑環評形同虛設 因為簡報和討論不到30分鐘 閉門會議也僅20分鐘 只談路廊 自行車道 和景觀綠化規劃 地下畫之後的交通問題沒討論 但預算從308億 改成1056億暴增3倍 經費暴增但環評倉書闖關 原本只是要做高價化 今年卻突然改成地下化 施設質疑施工期 將會出現交通黑暗期 當時的可行性 如果沒有通過的話 繼續執行高價化的計畫的時候 我相信桃園已經不一樣 那個計畫已經結束了 已經完工了 當初鋪滿政府應退交通政策 不願背書 分而請辭審查委員的學者 曾經講出疑慮 但沒想到 陶鐵地下話語案 還是強度關山 把一些有意見的 環評委員趕走以後 形同背書 我要問問蔡政府 你的建設只在乎 桃園市 其他縣市都不在乎嗎 而且載留祖孫 那對 大概所有環境議題的關鍵 都會在專球處理 所以其實相調其他案 的它並沒有比較快 雖然環保署回應 環評會開50分鐘 沒有特別快 但預算暴增三倍 突破千億 如果中央大撒幣補助 地方不用負擔 恐怕將排擠 其他建設預算 不利整體交通發展 接下來台北中央報導 我們會看到 感谢观看